我们看这一题 这一题它说 这个图跟这个图 两种连接方式 皆为甲跟乙 两个灯泡变连 小明与阿华 皆认为图 就是这个图 这个是图27,这是图26 图27的接法 灯泡甲 叫不会因为 线路故障而不亮 那以下是两人的解释 我们看小明的解释 小明他是怎么解释呢? 他解释是说 若灯泡 以的灯丝烧断 则图26 这个图的话 图26中 会使得连灯泡甲不亮 这个错啦 甲还是会亮 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灯丝嘛 那灯丝的话呢 这两条线都有接到灯丝 虽然这个灯丝断掉了 但是呢 这个灯丝还有连接到这两条线 所以这两条线 它是通的 电流会通过 电流会通过夹 所以它还是会亮 所以小明这样讲是错的 它说 这个接法 这个图26 这个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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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灯丝坏掉的话 这个的话呢 这个的话呢 不会亮 这是错的 会亮 会亮 那现在 然后呢 耳图27 就是这个了 灯泡甲 都会亮 这个对了 这个 就是说 这个灯是坏掉了 但是呢 这条线还是有过来 所以它还是会亮的 所以的话呢 小明甲前半段是错的 后半段是对的 再我们看阿华 阿华的话 它是说 若导线丁丁其中一个断掉 丁丁其中一个断掉 你断掉的话 就没有电源了 不论这里断掉 或这里断掉 这个就没有电源了 没有电源的话 两个都不会亮 在图26中 会使得 灯泡甲不亮 这个对了 这个对 在图27 现在它是 这两个其中断一个 这两个其中断一个的话 这个会不亮 但是这个还是会亮 在图27中 灯泡甲 都会亮 这个对了 所以呢 阿华前后两句话都是对的 两句话都是对的 那么它是说 关于两人解释 是否合理 我们看看 这里A的话 它说 两人结合理 这错 小明不合理 阿华是对的 所以答案的话 选阿华是对的 就可以了 所以答案应该要选D 只有阿华合理 只有阿华是对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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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